今天帶大家來到松化 體驗一下晚天繁星露營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營地位於松化的東北方向 廣州出發兩小時就可以到達 這裡屬於收費營地 所以不用擔心水電洗澡問題 來到山腳下面的貴峰村 我們可以先去到這裡的溪河源頭 溪水一番 這裡的溪水真的非常清澈 還冰涼透心 接著我們還去了這裡的百年榕樹 這棵榕樹真的超大 自然生長的樹幹也有另一種感覺 在榕樹外面還有一個泥屋走坊 在這裡拍照也挺有感覺的 上山的路全部都是水泥路 還會見過很多民宿客棧 山路後段會變窄 遇到匯車的時候要慢慢來 來到營地 我們馬上用最快速度搭起帳篷 因為還要上山頂拍攝黃昏的日落 可惜當天的天氣不太好 回到營地 我們煮起了晚餐 看著滿天繁星的景色吃飯 你試過沒有? 再加上一杯威士忌 簡直完美 到晚上九點之後 我們必須要盡量抹開燈 因為最美的景色已經在天上等著你 那天我們還看到流星 可惜一瞬間的他太快了 趕不及去過院 是一個滿天繁星的營地露營 你喜不喜歡? 第二天早起床 發覺營地還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 在這裡你還可以打打卡 拍照 感受自然 外上露營 你呢? 有萬年 飄飄落落你 對 是